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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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重视想 非常重视讲 我在此记找到了 周中学学中学 学就是能够误管 小時候就是不喜歡念書 你讀書就沒想要讀書 尤其要背的東西 我真的不喜歡坐在那邊 當兵之後覺得自己的學歷不夠 覺得說應該還要再自修 白天工作晚上練普校這樣 剛開始在創業 既沒有技術又沒有設備的時候 一定要去想出辦法 所以要特別的用心去摸索 你這個算痛之後再抓一下 甚至在晚上睡覺 我們有時候都會夢到說 這個應該怎麼操作 你的思考 你的想法會很活躍 所以有時候你想不出來 我們一直想不斷的想不斷的想 總是會有出路 事業也差不多上軌道了 家庭還好 家庭事業都比較穩定了嘛 那比較穩定的那接下來呢 我是看大一台是被感動進來 心也是看大一台才變柔軟的嘛 看到很多人在做 那個心境很符合我想要的那個心境 所以我非常重視想 非常重視講 我在慈濟找到了 做中學學中學 絕就是能夠誤嘛 我們這裡面有 我們心部怎麼樣 很好的才能讓他人家裡 去做這個主席 不然他不做人也是做不斷的 不然實際上這個主席 我頭是很尷尬的 家裡有很多人 我還在辦公室 不得電話那麼多 做的房子都做的 有時候家裡也沒人 老闆的老闆 開到老闆也沒得到 我出紙巨樓 我喜歡她如果好就好 現在她的女孩也有 我也幫她幫她訪問 她如果好就好 她的工廳也好就好 就像我們工人家裡 要管理台辦也好 品書會要善用科技的時代 花花金啊 我們的四十二掌金啊 八道人絕金啊 火焦金啊 這些一路共修過來 真的是滋養不少 像三級製造品 像這些其實一定要備到內化 因為你時常可以拿出來返出 看到你馬上就能夠應用 做慈祭祀是個人的事啦 自己想做的 所以我們希望是對佛法的理解 他對佛法的精進 他也能夠讓很多人來 分享給很多人來知道 看他的收穫 來鼓勵大家 我們希望品書會是往這方面發展啊 希望你到上線測試 我們大家來做測試 鄭熊師兄 他真的是利用疫情這個機會 讓我們線上的毒素會 可以更加的蹦蹦多啊 就是能夠更加的茁壯成長 剛好是鄭熊師兄 很有這個心 那克服各種困難 包括我們可能是軟體 或者是硬體 他也是第一次學 那真的是相當的不容易 那他自己又有家業 又有他的事業 看到他的用心 所以最好是全部的資料都在那個電腦裡面 等一下再默契一下 你看上人的法多好 菩薩冷靜化佛法生活化 我就開始一直在意 這個是對的 這個方向就對了 上人講的很多話 我都真的要去想 真的值得去想 大家來討論 大家來分享 才能夠知道上人的法是多麼好 希望藉由品書會 來廣邀社會大眾同行菩薩道